安德勒比比素颜去艳脸 照片一曝光 其实很多网友都惊呼 素颜这么丑 这肯定没整 人家只是化了妆 有些女性素颜与化妆前后差距并不大 有些女性化妆就像变脸 前后差距巨大 深陷整容风云的安德勒比比 听从律师的建议去整容机构鉴定 用行动证明 自己是天然美女 但是素颜照真的让人惊掉下巴 特别是前几日 一张被冯岛曝光的合影中 被比完全素颜的模样又黑又瘦 说好的完美五官呢 连普通人中的美女都算不上 这一看就是早上刚起来的纯素颜 被网友戏称颜值不离冯小刚 不用鉴定就证明了自己绝对没整容 和早期的照片差距不大 有时是化妆和不化妆 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气质一样的甜淡如菊 皮肤白皙吹痰可破 只是更加显得清纯稚嫩一些 虽然安德勒比的美貌被吹嘘上了天 但是素颜真是路人模样 又黑又瘦的样子 简直被流失失素颜给秒杀 贝质的单人照有时会很惊艳 但是合影却经常被比下去 因为她瘦得有点太干扁 肤色怎么掩盖都显得暗沉 每每被身边的白皙妹子抢了镜头 妮妮分分钟就把她比下去了 贝质和一票女星的合影中仿佛路人一般 就连身边的马苏也能秒杀她 贝质的脸小是她上镜的最大优势 但是过小的脸蛋就显得不大气 高圆圆女神的脸型就不会给人这种感觉 皮肤白皙五官大气的高圆圆 非常知性文艺 素颜的她也差不到哪去 底子真的很好 威比一身身色系礼服 各项设计的半身裙搭配深蓝衬衣 名人的大不浪卷侧放一边 不巧的是合高圆圆一款裙装撞衫 高圆圆穿的是同款白色 搭配优雅半袖雪纺上衣 中分直发非常文艺唯美 两个人比美PK 高圆圆美了不止一档 安德勒比比素颜去艳脸 照片一曝光 其实很多网友都惊呼 素颜这么丑 这肯定没整 人家只是化了妆 有些女性素颜与化妆前后差距并不大 有些女性化妆就像变脸 前后差距巨大 深陷整容风云的安德勒比比 听从律师的建议去整容机构鉴定 用行动证明自己是天然美女 但是素颜照真的让人惊掉下巴 特别是前几日一张被冯倒曝光的合影中 比比完全素颜的模样又黑又瘦 说好的完美五官呢 连普通人中的美女都算不上 这一看就是早上刚起来的纯素颜 被网友戏称颜值不离冯小刚 不用鉴定就证明了自己绝对美整容 和早期的照片差距不大 刘诗诗化妆和不化妆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气质一样的甜淡如菊 皮肤白皙吹痰可破 只是更加显得清纯稚嫩一些 虽然安德勒比的美貌被吹嘘上了天 但是素颜真是路人模样 又黑又瘦的样子 简直被刘诗诗素颜给秒杀 贝比的单人照有时会很惊艳 但是合影却经常被比下去 因为她瘦得有点太干瘪 肤色怎么掩盖都显得暗沉 每每被身边的白皙妹子抢了镜头 妮妮分分钟就把她比下去了 贝比和一票女星的合影中仿佛路人一般 就连身边的马苏也能秒杀她 贝比的脸小是她上镜的最大优势 但是过小的脸蛋就显得不大气 高圆圆女神的脸型就不会给人这种感觉 皮肤白皙五官大气的高圆圆 非常知性文艺 素颜的她也差不到哪去 底子真的很好 贝比一身身色系礼服 各项设计的半身裙搭配深蓝衬衣 名人的大不浪卷 侧放一边 不巧的是和高圆圆一款裙装撞衫 高圆圆穿的是同款白色 搭配优雅半袖学访上衣 中分直发非常文艺唯美 两个人比美PK 高圆圆美了不止一档